这台MK904拨拉机是我们中小龙头装备厂的全头产品 它可以兼顾水田和汉田作业 配备了东方红增压发动机 动力强劲能力充沛 它还配备了框架式的驾驶室 内部可装MP3暖风机以及空调 给驾驶者提供一个更好的作业环境 它加大了油箱 拥有了160升的大油箱 单次组业时间更长 作业效率更高 这台MF704配备了东方红发动机 动力强劲 水田专用前桥 密封性好 可以适应长期的水田作业 配备了抢烟土提升器 提升力更强 12加12 说说话呢 加强型底盘 速度范围广 可以适应不同农具 不同农艺的各种速度范围要求 这台MF504机型 结构紧臼 两后轮聚紧 转向非常灵活 适应于中桥地块作业 前轮有机可调 后轮无机可调 适应于不同地区作业 水田轮和汉田轮可以呼唤 兼顾了水田和汉田的作业 转向系统 采用了液压全液压转向 超纵轻变 全压入土提升器 配置了后置双立式油缸 提升力更高 维修性更好 可靠性更高 受用户喜爱 SK404整机 这个整机结构简单 整机可靠性高 SK404整机同时配备了洋冻 直空电动材料机 油耗地 整机经济品好 404整机可旋转 历史填压提升器结构 可满足和配备多足亚输出 同时这个404整机 可实现容器无机可调 满足多种能量作业需求 这款SK604的优点是 轴距短 比弹低 可以在果圆 大棚等 狭小 低矮的工作环境中 自由穿行 它的整机重量量 片翼长 牵引工作效率特别 可以选装爬行档 速度范围广 可以和多种机器相配合 选择最合适的工作速度 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 也保证工作质量